启示录第十六章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 向那七位天使说 你们去,把成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 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 就有饿而且毒的窗生在那些有兽印记 摆寿笑的人身上 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 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 海中的活物都死了 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重水的泉源里 水就变成血了 我听见掌管重水的天使说 西在,金在的圣者,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 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 现在你给他们血喝 这是他们所该受的 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 是的,主神,全能者 你的判断意在成在 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 叫日头能用火烤人 人被大热所烤 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 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 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寿的座位上 寿的国就黑暗了 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 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 就亵渎天上的神 并不悔改所行的 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 又发拉底大河上 河水就干了 要给那从日出之地 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 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 好像青蛙 从龙口、兽口 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 他们本是鬼魔的灵 施行骑士 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 叫他们在 神全能者的大日 聚集征战 那三个鬼魔 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 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 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 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 说 城啊 又有闪电 声音 雷轰 大地震 自从地上有人以来 没有这样大 这样厉害的地震 那大城列为三段 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 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 要把那城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 各海岛都逃避了 众山也不见了 又有大宝子从天落在人身上 每一个日众一塌连得 为这宝子的灾极大 人就亵渎神 难道 能够一尊 请不吝点赞 出品 可 不是 动 都